能够杀入总决赛 这句话说得 反正对慎智吧 慎智加得好 好 比赛开始 这边广沙队呢 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福德森 自投自脚 在交篮下 好球 胡锦丘的中距离 好球 内传内的一个 配合 毕竟宇的三分球没有投中 福德森一传速度非常快 中路完全的一个大空刀 对 而且林志杰这球传得也很隐蔽啊 是 那其实暂停之后呢 密集的防守啊 不好通 林志杰 转移的不错 福德森的中距离 好球 阎梦峰这个球呢 非常好 三分球很准 另外一个他是跑不死啊 出了名的跑不死 看到没有 又吃了一个 今天这个胡公子要吃多少饼 这个苏若宇和胡锦丘两个人根本没有失位 在这次防守中 好球 在一起 漂亮 这胡锦丘这个球算不算吃饼 也算了是吧 反正这个在国际比赛里不算助力 孙明辉 其实你看胡锦丘啊 胡锦丘虽然瘦 但是他的对抗 包括他找对抗的意识很好 是 这个饭量是真好啊 对 那肯定把热菜都打包了 大家在出现失误了 今天山西的失误态度 四打一 好球 孙霖辉 被绑给胡锦丘 这一球十加球了 又是一个饼啊 我今天啊 胡锦丘这个 二十加 我觉得能够续上了 你看第一节应该已经十分了 弹幕里边有 有球迷说的好啊 怎么说 这个吃饼啊 也要有吃饼的实力 你看他 还做饼呢 高低位 胡锦丘给伯洛西斯 做出了一个助攻 是 自己抢回来 这球太大意了 哎嘿 胡锦丘攻击篮下 造成了 山西队内线的犯规 胡锦丘这个球 不属于吃饼啊 自己来 其实我个人啊 我是不太喜欢吃饼 我喜欢吃烤冷面 但后来发现 烤冷面骗了我很多年 它既不是烤的 也不是冷的 也不是面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冷面 你得切成丝之后啊 它就是冷面 所以当有这么一个速度 能提起来的人啊 其他人都不好意思不好 胡锦丘 强出篮下 二加一 胡锦丘 已经26分了 咱们说篮球的技术动作里啊 这个球员能够运一下球起来攻 和运两下球起来攻 包括控球能力强的球员 我能运好几下 当然这个不代表说 我在圈领这位置 啪啪胯下啊 什么无意义啊 这种 就是说我有效运球 还是选择了一个 更有把握的进攻方式 这球也是很聪明 到地位 已经球这球 想上篮的时候呢 是造成了曾令旭的犯规 第一位 这边换成波罗西斯打 任俊威 看篮板漂亮 揽下来 好 人家这篮球 抢的还真是这个 非常的干脆 要想硬突 我们还没那么容易 篮板 又是胡丁丘 出现在了 最应该出现的位置 出地手 好球 就是胡丁丘的扣篮 今天穿的是个 黄色的衬衣是吗 所以我在北京 如果看到穿黄色衬衣呢 就会让我觉得 他是其实那个 低哥 好 这场比赛结束 最终的广沙是133比113 在主场击败了山西队 是十四个山西队 十四个山西队 是十二个山西队 在市场里面 有什么东西 在这里 我把姿体担 вел 第三个山西队